Hello,大家好,我是花匠老小 今天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吊蓝为什么长时间不会出现抽疼现象 今天就给朋友们讲一下 吊蓝如何养护才能出现抽疼 朋友们看一下我家里养的这一盆吊蓝 这盆吊蓝呢,枝繁叶貌 生长当代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叶片呢,长得是非常挺拔有力 证明这盆吊蓝的生长状态是非常好的 就是朋友们在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让吊蓝去见光,接受光照 吊蓝采光以后 它的叶片才会进行光合作用 促使它长出那种藤条 就像这种藤条一样,非常漂亮 如果你们家的吊蓝 一直放在一个背阴 或者是见不到阳光的地方 它是不会出现抽疼现象的 其实吊蓝抽疼呢,是它成熟的一种表现 就和我们家的养的麦子和玉米一样 它成熟以后就会开花,就会结果 其实吊蓝呢,也是一样的 它出现这种抽疼现象 证明它的生长是非常好的 有一种非常成熟的现象 所以说朋友们在养护吊蓝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让它接受一些散光照射 如果实在条线不允许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家里的南边的位置 像一个向阳的地方也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地方 那样的话,它是不会出现生长现象 再一点,我们养护吊蓝的时候呢 水分一定要跟足,养分也要跟上 吊蓝这种植物是非常洗水的 一般像夏季的话 在一周左右就要浇一次水 因为它现在呢,夏季温度比较高 水分的蒸发也好,在它吸收也好 水分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一周一次浇的水就可以了 施肥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些零降肥 最好是在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以内试一次零降肥 这样可以有效的促进它进行生长 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养的植物 只是浇水不施肥的话 它是肯定不会出现那种头疼现象的 所以说朋友们的养护的时候 浇水施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朋友们只要是把握好这几点的话 家里养的吊蓝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朋友们看一下我家里养的鞋非常漂亮 好了,今天就给朋友分享这些 我是瓜奖老赏,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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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